听说你很要强 买车不想买错车 但要强的人会很累呀 不过以后你不用再要强了 因为你的强来了 欢迎回到真实万公里长测第三季 我是中年还圣展火力的主持人图强 今天又一部车完成了 在真实街头销尾中 十万公里的洗礼 来到了汇报的阶段 它就是小鹏logo里最贵的SUV 小鹏技卷 回顾小鹏这几年的发展 从最开始十万多的G3 一台实惠的车 到后来P7 P5 初探二三十万级别的市场 小鹏一直缺一台三四十万的 中高端SUV 为小李 为小李 为和李都指着这个级别的车 熬挣钱呢 小鹏呢 虽持弹道 在二二年的九月份 推出了小鹏技卷 号称是五十万以内最好的SUV 接棒保时捷 但是作为为数不多的上市级观将的车型 小鹏技卷从二二年九月上市以来呢 它的价格就像坐上跳楼机一样 框框往下掉 保时捷这个棒接没接到呢 不知道 先放一边 老车主们手里的木棒 怕是已经钻出褒浆了 盘他 盘他 那这台长测车呢 是在二三年的四月份下单购买的 小鹏技九二二款650性能版MAX 下单两个月后的六月份 全款提车 四十一万九千九 店里给了我们多达五千元的现金优惠 裸车价呢 是四十一万四千九 纯电车买车免购置税 但是加上保险上牌一条龙 这台小鹏技九最后的落地价 轻松去到了四十二万零六百七十七块六毛二 我们提车之后 又过了三个月 到了九月份 这个二四款的小鹏技九上市了 60MAX版挂牌架 直接甩到了三十五万九千九 这波操作 真是舔到新坎去了 新车到手 马不停骑的进入到环境舱 接受两项空气质量检测 选下来看 有明确推荐值标准的国标空气质量检测 这个数值呢 表述的是你的车在外面放了一晚上之后 第二天你拉开车门上车时候 车内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一个情况 实测小鹏技九的以全吸出量呢 是0.0639毫克美立方米 国标的推荐值呢 是0.05毫克美立方米 所以技九是超过了0.0139毫克美立方米 其他各项检测成绩呢还算不错 并没有超出国标推荐值的范畴 在本季呢已经有多款车舍在一圈上了 然后呢是没有推荐值的ISO标准空气质量检测 它评价的呢是夏天日晒之后 车内的空气质量 我们会让车辆的驾驶舱呢升温到40度以上 这样车里面的挥发性分子 就和我们夏天在没有空调的公交车上一样的焦虑 剧烈活动 然后我们测试空气的质量 那为啥没有推荐值呢 原因是不同内饰的颜色 虽然经过相同时常的照灯浮照 但是呢车内的温度也没办法做到一致 所以呢我们用横向对比的方式来评价 那今天上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有感觉啊 一般第一颗这个国标检测达得不错的同学呢 这个第二颗ISO标准检测也还不错 这个小红G9就是一个例子啊 五本三全加高温长温TBOC 这十项数据里没有一项排名倒数 大部分都维持在中游和中上 二甲本和甲醛 两项数据呢排在整地的第三位 N17位列所有车型中的第一位非常不错 这真的值得一些卖三十多万 但是好多数据都倒数的品牌学习学习 这部分呢就是你们最关心的故障汇报环节了 小鹏G9这十万公里都遇到了哪些故障问题和事故呢 那在开始汇报之前啊 先简单给第一次看节目的小伙伴们 介绍一下我们长测的条件 每部测试车呢行驶的十万公里里 都是由城区道路 高速 山路 湘线道路 和非铺装的道路组成的 都是社会开放道路路线完全的一致 另外呢每部车会按比例进行轻载半载满载公款的行驶 还原大多数车主们实际的用车情况 第一个出现的小问题啊 车辆在一万两千公里时候呢 前封挡玻璃呢被小石子封了一下 我们严格贯乘落实这个降本原则啊 没有大动干戈的去店里换玻璃 玻璃呢也挺蒸汽 一直坚挺到了十万公里测试结束 时速俩字一出 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心里咯噔一下 没事啊 咱们这期呢 说的是小鹏 G9这个问题呢挺诡异 测试车开到五万公里的时候呢 这个测试人员发现 这辆小鹏G9在正常行驶的时候 突然失去了动力 加速踏板踩下之后呢 没办法得到相应的加速度 就特别像那个车 马上就没电趴窝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动力突然消失的感受 没办法正常提速 而且刹车灯呢 此时也会同时的亮起 测试人员呢 本来打算如行到安全区域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结果呢还没到地方呢 哎 车好玩 重启大法的机会都没给 之后我们又把故障前的驾驶动作 重复了好几次 问题呢也没复现 咋个意思 难道是每五万公里 就闹下小情绪 之后的几天里啊 这个G9呢 也就跟没事人一样 在我已经安慰好自己 准备和G9 继续走完下一个五万公里旅途的时候呢 它又拉了 当车辆行驶到五万零八百公里的时候呢 再次出现了动力中断的情况 我抢到底 我抢到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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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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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没有说很快啊 就很运速地在抢 它就不走 虽然同样只持续了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但是这一次 却险些和后方车辆发生事故 考虑到这个故障呢 已经是第二次的复现了 并且会给行车带来安全隐患 所以这一次我们果断把测试车辆送进了4S店看看并 检测了一下 技术人员说没有查到车辆任何故障的信息和记录 我现在后来它没事 没事 对了 或者说你把那个当时的车辆位置给看时间点 是吧 准确的时间点 需要我们呢 提供那个时间节点 再找到那个时间内 加速踏板和刹车踏板控制单元的数据信息 这个操作的难度呢 不亚于你自己翻着本草纲目给自己开要风啊 数据量巨大 工作人员呢 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终于找到并音 刹车踏板传感器出现了故障 导致刹车信号和加速信号冲突 因此呢 短时间内没办法实现加速的一个情况 说人话呢 就是车认为啊 你是刹车油门一块踩 因为刹车的优先级更高 所以这个故障一出现 就失速了 因为车辆在质保期内 4S店给我们免费更换了制动助力总成 更换之后 这个失速的问题呢 就再没有出现了 问题解决 行驶到了64,846公里的时候呢 这个G9单方事故挂了个彩 板喷修复了左侧椅子板和左侧前门 所以之后的车身覆盖件间隙面插测试里 只有新车和5万公里的缝隙测试了 10万公里的数据 各位就忽略了 最后呢 聊一聊我们长测遇到的老大男问题啊 轮胎磨损 小鹏G9呢 也没能躲过这个问题 但是收拾化 表现挺给力的 10万公里跑完呢 就换了两套轮胎 而且它配的可不是这个 什么硬的像石头一样的轮胎啊 是米其林的PiD Sport EV 耐磨指数是320 并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那些10万公里 全程换三套 甚至四套轮胎的车型 厂家们是不是也该琢磨得 到底咋回事儿 固定话术我都快备会了 电机扭矩大 车沉 磨损快 各位少动嘴多动脑 解决问题拍手较好 我替车主们的钱包 谢谢各位工程师大的 好 这台G9呢 第一次发现轮胎磨损的时候呢 是在4万公里之后 当时呢 问题并不严重 距离轮胎磨损标记呢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选择继续干 直到性能测试之前啊 这个轮胎呢 才磨损到这个标记块的位置 同时两个后轮的胎面 已经出现明显的剥离现象 这个状态呢 其实就已经影响到 行驶安全了 所以我们在5万公里 性能测试前呢 为这个小鹏G9 更换了四条轮胎 我们这台小鹏G9 650性能版MAX 用的是规格为 25545R21的 米其林派的Spot EV 4S店 报价呢 每条呢 是2113元 如果四条全换 有一个好消息 能大折 但是坏消息呢 是折扣不大 四条轮胎呢 一共消费 7930块8 8千 这个价格 属实上 我这个工薪阶层 色色发动 第二次换胎 是在10万公里测试之前 而且呢 又是这个 后轮磨损情况更严重 胎面呢 再一次出现了 裂缝和剥离的现象 于是呢 我们再一次 破费8千块 8千 本以为啊 10万公里测试结束 这个小鹏G9呢 就只等拆解了 但是没想到 10万公里性能测试结束 等待拆解的这段时间内呢 它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测试人员发现 这辆小鹏G9 在时速三四十的状态之下 一旦出现了路面激励 就是遇到了坑挖或者颠簸 方向盘便会出现一阵 持续的震动 并伴有明显的嗡嗡声 对啊 您没有看错啊 它会伴随路面颠簸出现 但是不会随着颠簸结束而消失 除非呢 将车速降到20以下 否则它是否相失 完全随缘 而且这个震动力度呢 一点也不小 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个 和我们有同样遭遇的G9车主 他甚至觉得这个震动的力度 已经相当于筋膜枪了 不过由于这个故障出现的时候呢 正临近我们十万公里汇报拍摄 所以为了不耽误各位看官吃瓜 我们决定先汇报再维修 当然啊 我们也会在下集的开头 跟各位汇报一下 这次维修的具体情况 总结一下 小鹏G9650性能版MAX的 十万公里长色里 最揪心的就是两次失速 虽然每次只有几秒钟的惊险时刻 但是这安全隐患绝对不是小事 而临近拆解出现的转向抖动问题 也暴露了车辆在一些方面 可靠性不足的短板 现如今新能源车上的传感器 多如牛毛 虽然这能让我们开车 开得更开心 但是开得放心呢 也同样重要 在这里啊 呼吁各家主机厂 在车辆正式亮相前呢 别忘了把它们在 各种极限环境下 好好虐一遍 确保万无一失 这不仅是为了每一位用户 和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 也是品牌信誉的保障 这一趴汇报一下小鹏G9 开10万公里花了多少W 10万公里长测条件下 小鹏G9650性能版MAX 全程一构充电447次 累积充电量是22605.14度 计算得出长测的平均电耗 达到了22.56度每百公里 全程累积充电发费 是32,652.57元 和每公里电费达到了三毛三 当然大前提啊 这个电费呢 是基于全程 在国往快充装上充电测得的 如果大家是加充 可以用自家的电费 自行计算一下 我们还记得了小鹏G9 前5万和后5万公里的 能耗变化情况 那前5万公里呢 基本就是夏秋季节 还可以 后5万公里呢 进入到秋冬季节 G9呢直接变脸 平均电耗增幅呢 高达26.1% 看来啊 寒风中G9的低温热管理 还得加把劲啊 保养上呢 G9的首保和第二次保养 是每5000公里一保 从第三次保养呢 开始是每1万公里一保 等于呢 是前1万公里保养了两次 后9万公里保养9次 所以呢一共呢是11次 保养项目和费用呢 直接打在公平上 费用上 首保免费 然后5000到4万公里之间呢 主要就是常规的底盘 轮胎 刹车盘片 车机系统的检查 加上空调绿芯的更换 每次呢430块 到了5万公里 除了全车检查和空调绿芯 更换之外呢 还需要更换制动液 这次的花费呢是666 咱就是说这数字 真不是故意的 接下来的6万和7万公里 继续保持430块的全车检查 和空调绿芯更换 到了8万公里呢 上大火了 除了全车检查和空调绿芯呢 还需要更换减速器的齿轮油 和电机冷却液 总共呢 1166 然后的9万和10万公里 我们就回到了熟悉的 全车检查和更换空调绿芯 这11次保养啊 总共呢 花费呢 是5272元 平均下来呢 每跑1万公里 保养上支出 大概是520多块 总的来说呢 小鹏既有保养价格 比较合理 就是周期呢 有点短 每1万公里呢 就得来一次体检 虽然每次只掏430块 但是跑赛电次数多 对时间和钱包呢 都不太友好 不过啊 小鹏在保养费用这一块 做的还算规范 无论你跑哪家围保中心 价格都一样 配件和工资费 也非常的统一 如果用户进入到维修车间 也必须佩戴安全帽 这一点呢 也是比较正规的 性能环节 在3000公里模合期之后呢 我们测得新车状态的 百公里加速时间呢 是3.92秒 这与官方3.9秒的加速成绩 非常的接近 行驶到5万和10万公里 实测的加速时间呢 分别是4.01秒和3.99秒 加速的表现非常的稳定 制动上呢 也是稳如老狗 小有惊喜啊 新车状态下 100到0的刹车距离 最短的呢 是37.13米 十次平均的成绩呢 是37.76米 虽然没有经验到我们 但是也算一个标准的成绩 随着里程的增加 制动距离呢 还变短了 5万公里时的最短和平均制动距离呢 缩短到了36.79米和37.33米 而10万公里时最短的制动距离达到了36.12米 比新车时呢 还要缩短超过一米 36.83米的平均制动距离呢 也减少了近一米 革音方面啊 这个G9新车时速在50 80 120的时候呢 车内的噪音分别是55.4 59.2和65.1分贝 这个表现呢 只能说是相当的中规中矩 噪音成绩呢 比我们第二季常测过的理想L9 在增程器启动的情况下还要更大 到了5万和10万公里 小鹏G9的噪音数据呢 和新车状态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具体数值已经打在公屏上了 辛苦各位兄弟自行翻阅 最后看看号称接棒保时捷的G9 到底供应如何啊 新车状态下呢 车身覆盖面左右缝隙平均差值 达到了0.459毫米 这个成绩不确定能不能接保时捷的棒 但是能确定50空光S的棒 你接不了 59.50的50成绩呢 是0.429毫米 小鹏G9的这个成绩 属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毕竟42万的价格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样的成绩呢 在我们之前测试过的所有新轮车型中 只能排在倒数的位置 5万公里之后 平均形变量依旧不小 左侧0.349毫米 右侧0.34毫米 那次6万4千公里的意外 导致车门和椅子板都有整形和喷漆 所以10万公里的缝隙测量呢 也就没有意义了 总之小鹏G9在车身装配工艺方面 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特别好的印象 希望之后的小鹏能在装配方面呢 精益求精 毕竟 50万以内最好的SUV 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小鹏G9 650性能版MAX的10万公里测试呢 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 最揪心的就是这个时速问题 表面上故障只出现了几秒钟就恢复正常了 可能让车主以为只是一个小插曲 但是这种问题呢 如果在关键时候爆发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各位车企大佬们 科技再先进 也别忘了把可靠性放在心上 毕竟安全才是一种道理 这不仅是对自己品牌的负责 更是一个车企的社会责任 轮胎虽然在后期也有磨损 但是类比其他新能源车呢 永远是佼佼者 下一期节目 我们将会对小鹏G9进行拆解 深入探究一下小鹏G9的内在 看它是否真的配得上 50万以内最好SUV的贵贯 我是大佗 下期再见